2019年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這一天隆重舉行 TVB出動了近200位藝員 擔任升級評判團 投選心目中的冠亞桂冠 女藝人更是盛裝上陣 珍言鬥禮 不過有份擔任最上的小姐評判 的陳凱琳 看起來好像保守了一點 難道是做了媽媽之後 就要收起性感 其實我有表演 腳的 但是反而我自己今天的心態 就是因為這麼多很漂亮的家裡 我只不過是觀眾其中一個 我也是想穿比較我自己的舒服 還有我覺得是有型的一套衣服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個造型 早前Grace去了外地工作 但是很掛念家裡的兒子 噢不是 剛剛我去完新加坡工作 是的 但是去了兩天就覺得很開心 不過就不捨得嬰兒 所以我想下次如果飛的話 都會帶她一起去 還有帶她去一些不同的環境 又可以看多一些新鮮的東西 我覺得她自己都會再開心一點 至於性感女神高海玲 這天的打扮 當然不會令大家失望 苦練成功的蜜桃團 還是亮點 哇 你知道 練這個蜜桃團 是多麼辛苦的一件事 我真的付出了太多 太多的辛苦和汗水 所以我覺得 有成效是很開心 剛剛有記者說 你幹嘛屁股那麼翹 我說咦 你看到成果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